经营酒店六年被多收百万电费 物业却拒不归还 根据线索法官多方走法 发现管理费停车费收的另有蹊跷 物业的钱都去哪了 案件聚焦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案件聚焦 球先生他是一个生意人 原本经营这一家酒店 位于瑞金路上一栋大楼的一到三层 据他说他经营酒店六年 直到酒店停业注销 这物业还欠他近百万的电费 他起诉物业之后 一审二审官司都赢了 但是这钱却迟迟拿不回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帮助球先生拿回自己的钱 阳谱法院执行局的法官 谷锦洪决定去现场 找迟迟不肯露面的 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 我们的申请人呢 就是邱 一个个人 本来他是经营的几美酒店 注销以后就是所有的债权债务 他通过那个执行 裁决体的执行营业 已经变个 债权人已经变个 从几美酒店变个整齐 被执行是上海的一个 有限公司 到达目的地 法官直接前往 位于五楼的物业办公室 敲门后 没人应答 七层楼的商场 不可能没物业值班吧 根据被执行人提供的线索 这里停车场的支付二维码 有猫腻 法官决定 先向下找人 你们现在是在干嘛 我们确认一下 他们的停车费 是交到哪个账户的 因为申请执行人 这边提供线索 说这个大厂 这个物业管理公司的停车费 他们现在法马是交到 他们一个关联的个人的账户 确认一下 面对法官的询问 停车场工作人员 一问三不知 称联系不上领导 但又表示 对法官的来意心知肚明 确认对方是物业的工作人员后 法官把相关的文件交给他 要求他代为转交 那么物业公司怎么会欠下 求先生这么多电费的呢 据了解 十几年前 求先生刚住下酒店时 和物业约定 按照美度电 0.75元的标准 收取电费 到了2011年 这里换了新的物业公司 悄悄调高了电费 2012年 经过诉讼 双方约定按照美度电 0.835元标准执行收费 发现了电力公司 给物业的这个电费的一个账单 账单上面会有一些就是单价 什么他们可能看到了 但是呢 物业问他们说的单价呢 是远远超过那个物业公司 就是电力公司给的 在账单上的单价 那他们就存疑 说你合理的损号 他们也能理解 但是如果你过多的话 就不能理解了 所以他们就起诉了 然而直到2019年 邱先生才发现 从2013年起 物业公司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 是按照最低1.1元的标准 在多收电费 这让邱先生十分气愤 根据计算 从2013年1月 至2019年6月 酒店运营期间 产生了140多万的电费 其中有96万多元 是多收的差价 经过诉讼 最终法院判决 物业公司应当返还这笔钱 然而官司赢了 可直到酒店停业注销 这笔电费都没有拿回来 因为这个物业呢 经常没有人 而且他的账户上一直没有钱 就是说经过五查以后 也没什么就是财产 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第一出制案子的承办人呢 就是经过申请人同意 就终结了本身执行程序 更令邱先生震惊的是 他在一段时间的了解后发现 这家物业并非没有收入 但是所有的物业费 停车费等收入 都没有进入物业的账户 像就是其他的 就是大楼的这些租赁户 还有物业费 收取了有物业费 还有这个大楼下面的停车 停车的这个停车费 也都是一直在收取 就是说要求法院 就是要彻查一下 这些费用的去向 就是说这个费执行人 他作为就是收款方 可以收到一笔法院 也是法院判决的钱款 那么当时呢 我们原来的这个申请人 上海美 集美酒店已经注销了 所以我们在二二年年底的时候呢 启动了一个这个执行仪役 要求变更那个 申请执行人 变更到那个 集美酒店的投资人 全部XXX下 变更好以后 然后我们再申请恢复执行 那么物业公司 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直接把官向大楼内的 其他商户和业主 进行了了解 我们养工法院的 你们负责人在吗 找负责人就这样 我们是养工法院的 本来是要找那个XX业的 他们之后人不在 就牵扯到这些 这些不是 注定他们的那个房子 或是一些业主 就是物业费的一些 交付情况 我们才能了解一下 可以了 好的 他们也有兴趣 跟你们聊 好的好的 我们身受极苦 是吧 哭死我们 没想到 这家投资公司的老板夫妇 既是业主 也是房东 一听法官的来意 立马表示 他们也深受物业公司 种种行为的困扰 甚至 他们也被欠着电费 我们现在政府部门 都在处理它 消防给它开了法单 电费呢 它是多收的 它多收了之后 工商出了一个处罚函 叫它把 多收的电费还给我们 也是要强制执行的 刚刚判了 老板夫妇说 他们也发现 停车场二维码 被换成了私人的 拒绝付款 并要求提供公家账户 物业就索性 不让他们停车了 我们炒不走的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它是 这个耍赖的 无赖性的企业 因为它实际的控制人 是一个湖州的农民 叫罗X 你找不到他 这个法人是个罗X 但实际控制人 就是我们这里的业主 对面有X的业主 是个女士 叫冯女士 这个人在这里面操盘 就变成了 在老板夫妇眼中 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罗某神秘不知所踪 而业主冯女士 则被指称是幕后操盘手 不仅出租公共区域 谋私利 处事作风 还颇为强硬 比如说一楼 到三楼是一个酒店 他们水电费 它是打到他私人账户上 为什么要打到 他私人账户上呢 人家说得很清楚 要付到你对公物业管理 他说不行 如果你付过去 我就整个到大楼断电 因为他说我不付 这个水电费 付到这个水电局去的 他们要断我的电 我就断你们电 曾经过往当中 他已经私下的断过 人家两次电 人家酒店不能断电的 他就故意断别人的电 然后别人没办法经营 机院已久的业主和物业 你来我往几个回合 谁占上风不好说 因为邱先生申请之行 物业公司账户被封 于是公司索性把收取物业费的账号 换成了另一家设计公司 矛盾加剧 业主们已经联合找了律师 也和街道反映了情况 正努力换掉现在的物业公司 法官去问大家 能否把物业费交到法院账户 老板夫妇表示 他们的物业费 按照每平方米12元收费 合计下来每个月物业费6000多元 刚从投资公司出来 迎面走了一位女士 主动把法官们带到了半小时前 没人的物业办公室 你是物业的吗 不是 我跟你一样 是吗 我不能给你载签 因为我不属于那个 那你也是他的公司账户吗 不是张户的 我是 其实我也是他的 那你现在已经现在已经 对对对 这个人自称是物业公司的债权人 对自己的姓名和真实身份 三紧其口 却连连追问法官是来干嘛的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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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直接责任人员 他肯定不是的 那你说现在这个办公室实行太多了 他们像的 就刚才你身份的 是你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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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的 那我做不到亲事 这个 那个96万 就是一到三个杰美酒店的 96万的执行 是这个案子吗 你先不要说这个 你现在什么身份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 XX的办公室 我跟你说 XX的关系 你先说一下 我自己是她的战权人 是她的战权人 自从 你用XX的钥匙身份 你这没有 他们 其实他们原来很 原来这个人 正是别人口中 物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冯女士 法官对于对方的身份 进行了反复的询问 他们都说你是老板娘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A是我的 也就是我的 然后龙毛板也是我的 他们这么称呼也很正常 什么什么是你的 就是他们 他们把那个什么 他们把这个 XX的老板娘 他们这样称呼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无所谓了 不是不是无所谓 无所谓了 就像我们还 这位冯女士并不承认 自己是实际控制人 反复强调 但是 却对于物业公司的涉案情况 十分关心 还表示 对于物业公司的经济状况 十分了解 但我不知道 你要说你 如果是说业务上 不是 如果是金钱上的事情 你可以问我 没问题 钱的事情 不是金钱上的事情 那其他我不知道 他法人要承担责任的呀 对呀 就是声称与物业公司无关 法官表示 相关情况 不应当向无关人员进行告知 准备离开 但是奇怪的是 法官刚走到楼梯口 这位冯女士又追了上来 这是一楼的呀 一到三楼的呀 十年没有服务一法里 所以大概有八百多万 已经两年没钱 两年 我们的诉讼三年权也是责任的 就是责任的 就是责任的 所以你说要钱的话 这个 你的意思是这个案子 如果解决 解决肯定解决 没有问题 对对对 我也等着这个 所以我的对视费 输送费啊 所有的费用 我们都私我店 哎您好 我们是那个 就上海人家老板店 我看一下你们这个 哎你们这间房子就是说 有些像我并不打 住房子不收零件吗 我们这里因为 好像是个房仗那边的 哪个房仗啊 其他我也不知道 冯女士表示物业和楼下业主的物业费官司 马上开庭了 标的八百万 肯定能赢 就算拿不到全款 至少也得有八十万 多少能还点给球先生 法官告诉冯女士 他如果不是当事人 多说无益 如果他认识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 或者是了解其中的情况 就应当提醒 收到传票的物业公司的相关人员 去法院解决问题 在等待物业公司相关人员出现的几天时间当中 执行法官还走访了几家业主 要求他们把这个物业费打到法院的账户 作为大楼开发商的假房地产公司 是这桩大楼的大业主 每月的物业管理费也是比大数目 我们是属于四到七楼里面的最大业主 就七万八 七万八 十七十七八十四个钱 人生十二万左右 一年物业费三个万 你记住也知道 另一家业主以房地产公司 也同意把物业费打到法院账户 这两家一年的物业费加起来 也不是小数目了 每个季度的话 除了一下应该是在七到八万 七万多的 你把这个数了 数月费一年二十二万 约二十二万 我这个说读不太准备了 不是就是你交了物业费 还有别的业组交了物业费 总共一页收入 九十几万 加上相关的费用 因为它有一点利息 还有一点法院的速冻费 执行费之类的 所有的到期了 不会定节目裁定的 就不是说你一定打到九十几万 因为别的业组也打 他大概就是一年有二十几万 然后我们大概就是 一共会走访几家业主啊 这样的话就四五家 就是目前没有什么纠纷的 因为还有几家 还是跟X业有纠纷的 那就现在咱们这是第一家还是第二家 这是第二家了 第一家有反馈吗 第一家有反馈 第一家也发了鞋纸了 第一家就是上一次 我们在那个X业大楼里面 在办公的那个 因为他这个X业大楼的业主 总共是有 就是十三个产证 八家业主 就是八家业主 现在我们联系了两家了 后续我们还会再联系几家 走访几家业主后 古法官信力有了底 案件的执行总算是有了眉目 几天后 物业公司的代理律师 来到了法庭 说明情况 但是罗某依然没有出现 因为这个确实公司 这个负责人 这边还没有给到我一个具体的保护金 就是罗某依然没有见到 罗某依然只有在外地 然后他这个事情 有些事情也都委托给别人了 作为卡丁代的人呢 他就要出现了 十三个上午 九点钟呢 一周后 在法官的反复要求下 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某 终于出现了 这个事实话我管理方面真正熟 管理上面有事实话 真正熟 一个东西说实话 当时我们想得太简单了 老子想得太简单了 因为物业这样快 没什么等于说是 等于说是 那个乱七八糟的事情是吧 还有一个呢 我想呢 只有人家到时候收钱收账 人家收不回来 才能干预教授 想不到这个事情 但是你是公司呀 你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在你公司的一言一行 你都要负责任的 而且你的公司 你没有实控的话 这都是有问题的 法官首先告诉对方 法院查封账户以后 物业公司通过自己员工账户 交水电费 其他公司代售物业费的行为 已经属于拒捕履行法院判决裁定 你看一看就是说 下面的账号是你个人的账号 对 是你个人的账号 当时这个期间 你还是在那儿忍税 对 这种情况就是说 这个费用账号的钱 就是什么费 付到贡献 就是这个费的 就是说 这个是谁让付 就是谁让这个付到你的账号 因为那个时候 好像他们好像 就送嘛 然后账号 公司的账号就松了嘛 松了之后 就是谁给你说的这个事儿来的 是老板能战券人 他们 不是 到底是老板还战券人 老板是跟我说的 罗XXX 对 亲自给你说的是吧 他是 电话里面给我送的 因为物业公司拒不履行的行为 除了罚款 法院还决定 对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某 采取司法拘留的处罚措施 我们当时问他说 就是因为上午 我们一分开他去几点了 他中午他就要付款 我跟他问你要在三点半 三点半就起来要付进来 因为我们这个拒留措施 要转变成网款的话 这要省批也有过程 完了 你再晚的话 我们程序要往下走的 四点之前 我们送到拒留所去了 要不然这个时候也不收 一听要拘留 罗某忙不迭地向申请人表示了道歉 而96万的本金加上延迟旅行金 共计113万多元执行款 立即在当天一分不少地 打到法院指定的账户上 他可能就觉得这个案子就已经是 不到钱了吧 这次也是很意外地 就得知说有这个财产执行的一个线索 然后就立马让我们跟法官联系 也没想到这次法院真的是 非常那个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真是很感谢 当时还是感谢 最早作为这个公司 他是有钱的 是有能力就是说 运转这个支付这个能力的 因为这笔钱本来你就是不当得利 你就是德经法院判决 就是一个电费差 在执行法官的努力之下 球先生终于拿回了被道歉的百万天价电费 而想方设法逃避旅行的被执行人 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与点栏目 toda 本集一节目的 蛋汊 予杰来